确实对方身上有特点 然后年轻人平静在场上也打得非常好 我觉得前面起 在一些落点上 包括对于对方的特点上 在开局上确实不是很了解 包括最后可能也并不是很了解 只不过自己有在一些一比三落后 然后在一些处理球上好慢 可能对方三比一那天也有一些想法 自己还是把握住最后对方 现在一些变化也把握住一个机会 从一比三落后到联班三局 这个时候在基站主层面上 有什么样的调整吗 其实也并没有过多的调整 也是自己在发球上有了一些变化 尽量希望能够让对方抢到第一点 然后在接发球上 有的时候也稍微对于悬战上 我觉得看得比之前要更清楚一些 打到决战局的时候 当时一比丁那些 然后对方的手碰到了球台上 比赛也是中断了一段时间 这时候对你有影响吗 我觉得还好吧 因为这个平时我们 比赛的时候 这个教练组也会给我们在这个场 比赛当中制造各种各样的困难 然后而且第一个球是对方 磕到手可能对他的影响 可能会更大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我们可能运动来 都磕过手 可能磕完以后在短时间内 手上这种感觉 包括会受一些影响 但对方觉得不是年红队员 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比赛 包括打到最后 其实自己7比20天 又打到9比8 觉得还是表现出的战斗力了 我看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是两次走过去看 这个处理的情况 对 虽然这个还是比赛 但我觉得好像 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缘性 看看这种伤势怎么样